你选择了当庭表达自己对原告的同情 代表激情演讲 让法官判原告胜诉 我本人在法庭的全部言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将由我本人自行承担 这是所有的办法里 现实中律师最不可能选择的一种 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律师法的基本原则 比如保密义务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一旦被告投诉到了当地律师协会 或者司法行政机关 即引发相关审查 甚至是行政处罚 最严重的情形是被直接吊销律师职业资格